来看都市的奇观 在新北市新庄的这一栋公寓 二楼居然出现了天空之城 而且已经长达20年了 原来是屋主当时建盖的时候 把阳台女儿墙往外推了 等于说这个围建其实是悬空的很可怕 因为底部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撑 其实邻居也很担心 万一真的发生地震 瓷砖掉下来砸到人 怎么办呢 现在公务局拆除大队 已经进驻现场 铁腕拆除 拆除大队忙进忙出 耗费多日终于将眼前的瓷砖 统统清除 因为这些全是伪装建筑 阳台整个外推出去 甚至悬在空中 时间久了还会有瓷砖剥落 附近住户经过天空支撑底下 难免先驚驚 等于是说那下方没有一个支撑力 如果地震来的话 那是如果往下踏 它里面都没劲 往上看那个钢筋 好像会有变形 实在是东北得要就怕哪天 天降横祸 仔细看这间位在新庄的公寓 拆除前阳台悬空三平大 底下多市居民出入 或是汽车车停放 难免有安全疑虑 最后在其他住户检举下 15号遭到强行拆除 与其他房屋平行对齐 老爸那时候在的时候盖的 盖了二十几年了嘛 就要恢复跟原来的 跟邻居的一样啊 三月份北市文山区发生 社区住宅女儿墙崩落意外 让都市违建议题再度浮出台面 光是台北市从2015年开始 陆续拆除共三万多件 新北市也成立天工支撑专案 针对悬空住宅 共拆除一百五十一件 另外像是顶楼加盖的出租套房 大型铁皮屋 只要有公安一律 皆是优先拆除对象 占用农地在上面 新建大型铁皮屋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我们也会来 只要是属于新的一个构造物 我们都会优先来执行 增建虽然看似使用空间变大了 但同时房子的安全性 也跟着下降 千万别为了贪毒方便 反而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 三选正常的 徐昌云新北倡报导